然后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个点是这个注释 注释我们前面也写过很多了 大家可以看我们前面写的这些注释 都是以两个斜杠开头的 两个斜杠开头的后面的都是注释 那么这个HTML里面的注释是什么样子的 它也是有这个坚拨号 然后探号一个短线短线 这种也是注释对吧 这种属于HTML的注释 那我们这个GS里面的注释呢 就是两个斜杠开头的 这是单行注释 就两个斜杠开头 那它里面的呢 就是不会当做怠满之星 然后多行注释的话 斜杠星 星斜杠 就开头是斜杠星的 结尾是星斜杠的 这种表示多行注释 从开始到结束 这中间的都是注释 单独放一个 做个说明 这是注释 09 啊 怎么了 我喜欢那么巧了 我喜欢巧了 就前面一回就出来了 其实 也有其他科技方式 然后这个单行注释 单行注释 就是以两个形容开头 两个形容开头的 这个就是所有的 还是只针对于这个 只针对于GSL 针对什么 这个是两个形容开头 是连HTML不能用 HTML不行 只针对GSL 对就针对GSL 所以是不同语言里面 它是不一样的 HTML里面就用HTML的注释 然后GS里面就用GS里面的注释 除非是你注释是什么呢 你把整个思维标签给它注释了 这是用HTML的注释 因为这是个标签 在标签里边 在GS的代码里边 就用两个形容注释 是单行注释 这个多横注释的话 前面我们先写个大横的 那比如像这个VR这个呢 A等于100 我把它注释了 它就不知情 那多横注释的话呢 我们可能有很多的代码 A等于100 然后呢 这个 我给A除鹰 给个值200 然后呢 这个 我带生命的变量 B等于300 很多 很多呢 我想要注释呢 我可以前后 就前面加个斜杠 信号开头 最后呢 用个斜杠 信号结尾 这个中间的都注释 这个就是跟那个CS 是一样的 对 这个 这个就有些原理 就是差不多 但是和就是 像这个GS里面的 还有我们后面学PP的时候 在PP里面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注释方式都差不多 但是和HTMR就不一样 和HTMR是HTMR的 那这是多横的注释 那SubLam里面快捷键 知不知道 Ctrl 这个多横的话 是还要加一个这个shift 然后加斜杠 看来加斜杠 shift加这一个呢 斜杠 这是直接用这个多横注释 用信号的注释 如果是单横的注释呢 可以直接用这个Ctrl 加上这个斜杠 这是用这个Ctrl shift加斜杠的话 一起按 就是多横的 那如果你单独按一个斜杠的话 就是单横的 这是这个注释 它的一个基本的语法 我就按这个语法 虾 ? 虾 秀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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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 7 7 8